欢迎回来热血追踪 日本的圣山富士山有可能要爆发了吗 就在今年的上半年 日本的富士山发生了连续四次规模五左右的强震 还有另外一个不寻常的迹象 就是富士山往年在五六月份 才会在飙高三千两百公尺的地方 出现形状像是一只小鸟的残血 称作农鸟 但是今年农鸟却提前在一月份出现 当地流传如果农鸟在寒冬降临 是非常不吉利的象征 加上富士山周围的温泉水 颜色突然变灼 都让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 专家就担心 三一大地震很可能诱发了 富士山火山活动的活泼化 因为三百年前 富士山就是在大地震之后爆发 继续是热血追踪 来自日本的第一手报道 休眠了三百年的富士山 可能再度大爆发 火山灰跟火山弹 像炮弹一样落在关东地区 只要几个小时 就会到东京色谷的上空 让整个东京都陷入瘫痪 虽然只是模拟画面 却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原来去年三一大地震之后 富士山周围不仅地震频率增加 地表温度也持续上升 被专家认为 可能是火山爆发的前兆 更让人担心的是 日本专家透过科学仪器鉴定 在富士山底下 发现了一条新的火断层 那里有断层的事 是之前想起来的事 今次是确认了 其实那里是伊豆半島 日本的半岛 其实是一只的火山岛 那里有断层的岛 那里有断层的岛 在南岛的地区附近 没有地震发生 如果它的断层有到 这个火山附近 更容易让它坍塌出来 学者们的担心不是没道理 因为2004年南亚大海啸后 印尼的火山陆续爆发 而在智利也有同样的状况 大地震是否会促使火山爆发 似乎有了明显关联 有可能是因为本来的岩浆库 就已经冰激临界点 然后再经过这么一阵之后 很快就把它整个诱发上来 然后也有可能是 本来岩浆库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大地震 让它岩浆库又开始有新的来源 蓄积能量 所以续借一段时间之后 就让整个火山产生爆发 回顾富士山的爆发历史 最近一次是300年前 江湖时代的保永喷火 日本史料上记载 西元1707年10月28号 发生了一场猛烈的保永大地震 当时造成两万多人死亡 没想到49天之后 富士山就接着大喷发 如果以现代科技来判断 不难预测出来 会有这场大灾难 因为火山喷发前 绝对会出现频繁的地震 地震活动就从这个底下的 这个岩浆库附近 慢慢慢慢往上爬 所以你如果可以观测到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地震活动 它从底下慢慢跑上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估计说 地震迁引的速度 到地表的这个速度 以300年前的保永喷火规模来模拟 如果富士山再度爆发 将会波及周边至少200公里 整个关东地区都会被火山灰掩埋 如果富士山在冬季喷发的时候 它这个红色的区域 大概可以埋到半公尺后的火山灰 它这个两公分的火山灰 它可以跨过东京湾 跨过东京整个大东京 它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大东京地区 全部覆盖在两公分后以上的火山灰 以现今的科技已经可以准确预测到火山爆发的时间 但仍然无法掌握爆发的规模程度 尤其富士山海拔3776公尺 如果在冬天喷发 恐怕酿成雪崩 损害更是难以估计 如果是说是它在冬天喷的时候 它上面覆盖了很扣的雪的时候 也是非常危险的 不单单只有火山碎却引流 火山这些灰的问题 那个冬雪造成的灾害 可能远大于这 1991年 为在日本长崎南端的云仙火山爆发 火山灰直窜天际 山脚下的小镇居民落荒而逃 房屋也因为爆发前的地震 成了断源残壁 当时夺走35条人命 大多是火山学者和记者 居民们则成功疏散逃过一截 它酝酿了大概半年多 它在1990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酝酿 就开始不一样了 它的地震的频率就开始增加 就开始不一样 然后他们也看到地震的 就是说深度慢慢减少 看到演讲在跑 然后在1990年的年底的时候 火山口就已经开始在冒边 火山爆发前的地震 成功预测了灾难来袭 同一年菲律宾的皮纳图波火山 发生大规模爆发 这也是20世纪发生在陆地上 第二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造成23人死亡 将近10万人无家可危 在火山爆发前 类似地震种种不寻常迹象 不只专家提出警讯 就连当地居民都有预感 火山要爆发 他们重点的人都会知道 因为那个 马铃薯可能就被煮熟了 他们就想到有这样的案例 这个火山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在三天前左右 已经预测就三天后 大概会爆发 那那个空军的飞机 飞到最后一架飞完的时候 火山就爆发 这些史上惊人的火山爆发 不再难以预测 也因此当311大地震发生后 日本火山专家并开始监控 各地火山的活动情形 这一次富士山出现种种 不寻常迹象 是否代表将要爆发的起证 日本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已经着手拟定彻理计划 希望用人为的努力 将大自然灾害降到最低 我们刚刚看到了火山活动 跟地震真的是息息相关 其实再来看到 全世界最著名的 意大利南部的维苏维火山 之前的大爆发 埋掉了旁背古城 这之前老天爷 是不是也给了他们一些试镜 但是当地人并没有发现呢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